大陸的疫情控制之後 第一檔上電影院演的大檔的戲 《800》這部電影在 對岸產生了滿多的討論 我看評價比較兩極 有包有貶 那不論如何這部電影 才去年的7月份 本來就要上演的 但是因為政治的問題遭到了撤檔 到了今年8月21號才上演 不過上演之後 即便是政府評價都有 但是他的票房是算不錯的 票房的第一天 就已經破了人民幣上億 累積到目前為止 應該快破10億了 那這部電影 比較值得拿出來討論的一件事情就是 黃教授你現在胸口掛了那個F-16 然後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一個 國旗的旗幟 在過往 如果到了對岸去上新聞的話 可能都要打馬賽克 國台民那時候戴了個帽子 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進白宮 對岸也是打馬賽克 但這部800的電影裡面 不但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連這個國旗歌 中華民國的國旗歌都出現了 算是比較罕見 而且在疫情過後的低檔大戲當中出現 你有任何的其他的政治上面的解讀嗎 我可能用比較嚴格的角度去看 第一個 如果沒有經過剪接他過不了關 我們現在看到是經過審核過 看過還是兩個多小時 也夠長了 但是他在中華民國國旗的部分 他有盡量的不把青天白日包進去 他大部分只帶到一點點主要說 比較遠啊 比較遠拍 紅的地方 如果是整面國旗 他鏡頭拉比較遠 當然啦我們去 後來那個其他色爛 我們爭這個東西 並不是他的主題 我覺得票房會好 今天這部電影會在疫情之後推出來 我覺得主要還是民族主義啦 這是對抗外敵 入侵之敵 民族主義的電影有這麼多 怎麼會挑一個國民黨當主角的軍隊的主題電影 那個選這個題材還真的滿大膽 因為真的不是共產黨的軍隊打的 是啊 四行倉庫守的是中央軍 是國軍 沒有錯 他電影結束有上兩排字幕 對 這真的後兩排字幕非常突兀 這樣不是你打的 你說後來你領導大家打贏 這個實在是 我相信歷史會給他一個另外一個評價 我真正看那部戲 我覺得如果從 比較嚴苛的電影藝術的角度來看 這部戲真的對於歷史的詮釋 真的做得不是很好 而且他 拍攝的手法 尤其是可能因為簡潔的關係 他的故事啊 的連貫性出現很大的問題 我唯一有感動我的是 他敢把 人類畏懼死亡 畏懼戰爭 的那個情緒他拍出來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唯一讓我比較感動的地方 不過他終究是電影 即便說他是根據真實的史實改編 因為當年這個柯俊雄跟林青霞演的那部八百壯事 台灣拍的嘛 對 但是我們 那時候我很小 我看到電影呢也是看到 林青霞背著國旗游過了河然後對面呢就把這個國旗撐起來 也就結束啦 沒有演到撤退 那一段 對 我們也是沒有完整的 因為那是租界 對 我們沒有演到退租界那一段 我是當撤退就直接被繳械了 是啊 沒錯 但是我說 台灣的電影當時拍也沒有演到那一段嘛 就是他就 他必須還是電影的戲劇演出在裡面 必須要有 這個高潮起伏 吸引大家去看 不過像其他 過緣 我們剛剛講的7月份去年應該要上演的 300多天嘛 對 但是因為政治問題遭到撤檔 難道此刻 就沒有當時那個政治問題的存在了嗎 而且在疫情過後選一個想要凝聚全明星的那種民族情感的大片 怎麼會挑一個國民黨軍的中央軍呢 因為他已經拍好 他每年拍的愛國電影很多耶 他已經拍好了啦 當然也包括他做了一些剪接啦 那後面還加上那些字幕啦 做一些交代 那畢竟這個導演也是蠻有名的啦 廣虎人也蠻有名的 那你不讓人家播出 你如果理由真的就是因為 國民革命 就國民黨有參與抗戰 然後你不讓人家播出 這像話嗎 這說不過去啊 因為 正面戰場你自己的歷史都這樣寫 正面戰場是國民黨 那那個敵後戰場是共產黨 你自己都這樣講 對不對 你說今年不給人家播說不過去 那去年就沒播啊 去年就是他還沒剪接 那可能就凸顯得太 太讓人家覺得主題好像是國民黨的歷史這樣 不過他有一段 我是比較有感覺啦 就是他就是在 就是上海的群眾本來是很被動 然後他有去 有去那個鋪陳就是 他們後來開始 注意到這個世界 然後有一些人開始投入 然後後來我記得還有一個老先生嘛 還拿槍出來打 教授 對對對 我覺得那幾個鏡頭我比較有感覺啦 就是 他變成是上海市民也被帶進來演這個戲啦 這個倒是台灣的800沒有拍的部分 好 我看對岸很多評論 說這部電影對於國民黨抗日的歷史 過於美化 這是批評的部分 不過你去演繹一下 這部電影最後被允許播出 去對照一下習近平他在去年2019年元旦的 告台灣同胞書裡面的內容 其實也沒有差太多 習近平當時告台灣同胞書指出 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 根脈跟歸屬 所以 認同中華文化是兩岸的共同價值 所以透過這部電影 其實兩岸的共同價值就是 曾經有一段時間有一段史詩 是國共一起聯手抗日過的情境 所以教授這個有沒有在此刻播出 是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 整個 政經政論談話節目 會去做一下這方面的解讀 這個時間也拿來播 除了凝聚 大陸的民族情感之外 有沒有讓網路上面一些 最近比較氣焰高張的 武統的那種氛圍 希望能夠降溫一點點 我想會有這個效果的 我想這個電影 他會把兩岸的這個 人民之間的心拉得比較近一點 歷史是相當重要的 雖然我們有現實的困難 可是歷史的詮釋 歷史的整個的介紹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認為 就是說這個八年的抗日戰爭 他對是 我覺得是中華民族 在這一百年來 大概是最可歌可泣的一段歷史 那他的影響 是非常普遍跟深遠的 我認為他決定了 今天所有中國人的 目前的命運 這場戰爭 那這場戰爭呢 怎麼樣來讓你的老百姓 後代人瞭解呢 我覺得他有一個 跟過去中國歷史不同的一點 就是這場戰爭 不是只有中國人在寫 這場戰爭有很多外國人也在寫 它是一個世界戰爭的一個部分 也有很多各圈 所以這個戰爭 他的真實的面貌 會不斷不斷的 被顯示出來 我們講我們這個老總統 蔣介石總統 他的日記 就是受到全世界研究歷史人的關注 因為他把他經歷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一個真實第一手史料 慢慢在還原 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中國的政府 他都必須要去面臨這段歷史 我覺得這段歷史 除了我們從現在來看 他當然對於台灣 尤其國民黨跟國民黨的後代 他們都是直接參與過這個 抗日戰爭的 像我們這代人 我們的父母親都是直接都在抗戰這個裡面 直接經歷過的人 對這段歷史是相當敏感的 相當敏感 也可以說我講得更明確的 國民黨 在台灣的國民黨 不管是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對這段歷史還是相當敏感 所以你不可能說 這段歷史在這個 很微妙的歷史時刻 大陸讓他這樣子 大規模的出來演 他沒有其他的 有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的 這個動機 跟他的事實 所以是有些動機跟期待的 在當中 我覺得是 要我來講我覺得一定有 郭委員給你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民進黨政府 當然是 我們外界看到的是盡量 台灣優先 主體意識 很多時候是把 中華文化或是中華民國 這幾個字是拿掉的 包括像我們最近在索馬利蘭社辦事處 叫做台灣辦事處 中華民國 是墜字 對照來看 共產黨 把國民黨抗日的這個 斷歷史 搬上大一幕 而且批准播放 兩鄉對照 會不會有些諷刺 因為抗戰那段歷史 台灣人真的比較尷尬 因為那段時候 台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 甚至有些人到南洋去戰爭 還代表日本 所以就有點尷尬 戰場基本上都在中國大陸 那 我們也 我們的 像我爸媽 爺爺 他們也沒有 沒有介入 所以那個歷史感受就 比較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不同的歷史記憶 完全不一樣的記憶 這就是台灣本省跟外省的差別 對 就歷史記憶也不一樣 因為你 50年殖民地 你的記憶就是如此 我像我們小時候在眷村 是很多小朋友 因為我們 以前老三台不是會放 周末愛國電影院 對 就會有一些小朋友一起來看 抗日戰爭的電影 看完後就會有幾個比較 這個比較不太受歡迎的小朋友 就會被當成是日本人 然後大家會去追打他 在院子裡面跑來跑去玩 就玩這種遊戲 所以剛剛黃老師你來的觀察 這一點 這個時間在台灣去看 剛剛介大使講說 這是一個共同的一個記憶 但是在台灣可能 有些人是有 有些人是有 但大陸現在 這個共產黨 選這些時間